把他弄起来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比如说 左边右边嘛 所以左边右边各有一个 这个怎么会 这个我先弄起来 OK 比如说我可以多 选其中一个 那这边有按钮 按一下这个箭头 他就过来了 OK那这边的话呢 主要上面是一个标题 Label标签 那你要加入这两边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你可以插入表格 利用插入表格的方式呢 你可以用这个应该是一列 然后三栏 你可以这边给一列 因为他这个横向 你这样你可以用表格的方式做排版 因为 这个我讲过ASP 这个单列者环境他本身不是主要以那个 排版为主 所以通常的话他只有最基本的排版所以你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给他一列然后这边给他三栏 然后再把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再把这边加入一个 就是网站形式 下方的话呢 再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那个 Listbox 那在中间的部分的话呢 加上总共有 四个 按钮 那分别就是说的一个 Button 向左 向右 一个向左 然后全部 全部 全部过来 全部过去 那这边也是一个 Label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那个 这个Listbox 那里面是空的 可以 加进来之后的话 我想你们这个地方 只要拖拉过来之后一定会显示这个 是否启用这个 Auto Post 这个这个back 然后呢 还要选择什么来源 那这个地方 你现在如果资料库 目前是没有 目前是没有 然后这边的话呢 编辑项目你也可以从这边去编辑 里面的话呢 加入四个项目 四个项目 那分别把这些项目加进来 那旁边这边的话呢 是没有 里面是空的 就可以 那名称的部分的话呢 一个是这个名称的话我们取一个叫 LTB 就是 这个Listbox的缩写 然后一个left 一个right OK我想这个地方 那 Listbox里面最大的 这个 可能各位要注意就是这个selection mode 这部分 记得把它改成这个 这个multiple OK 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也是要可以多选 所以这边的话呢 也是 要multiple OK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就是 我如何可以 先把这个执行起来 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选这个游戏